HELLO 大家好 我是Morgan 今天呢 我們要帶大家到我們 猶他州釣魚的私密景點 叫Lake Powell 那現在呢 我們就在這個 快要進Lake Powell這邊的一個加油站 那這邊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岩石商店 要帶大家特別看一下 因為它完全就是 把那個岩石直接挖空 然後呢 把商店開在這個岩石裡面 所以非常的特別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商店裡面 那它這個商店裡面這個牆壁 都是真的是岩石喔 所以它等於是把一個洞挖出來 但是它基本上還是保持了這個 岩石的這個原貌在這邊 現在是晚上九點半 我們已經抵達了Lake Powell這邊 那這邊呢 已經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圍著這個停泊口岸呢 就放了個螢光燈管下去 這個螢光燈管呢 是為了吸引小魚 那小魚群過來呢 就會吸引大魚群過來 那我們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要釣這個大魚 那這邊主要釣的是鱸魚 在台灣呢 鱸魚是非常貴的 但是在Lake Powell這邊呢 鱸魚是隨便釣的 那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人 就是一桿一桿的就直接這樣子拉 所以呢 很明顯是這邊的魚是真的很多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試看 看我們在這邊能釣到多少鱸魚吧 我們在這邊使用的魚耳是Muscle 就是孔雀隔 裡面的那個隔肉 把隔肉放上去 其實基本上 一放到魚池裡面 魚很快就咬了 現在是六月底 天氣已經開始慢慢變熱了 然後這邊是有風在吹的 所以晚上呢 其實加一件薄外套是OK 但是如果比較不怕冷的人 其實大家這邊穿短袖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邊走進來的這段路上面呢 是非常的黑暗 它的燈很少 建議大家 如果是來夜調的話呢 都一定要戴個手電筒 要不然在停車場那邊是真的很暗 比較危險 這邊都還有桌椅可以坐 但是建議大家坐的時候呢 還是注意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邊的蜘蛛蠻多的 都在桌子底下 或是在桌子邊爬有一些蜘蛛 所以呢 建議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也不知道這個蜘蛛咬人會不會腫起來 還是會不會受傷 然後這個Leg Power這邊 在停車場那邊都會有這個推車 那這個推車呢 都是免費提供給釣客 以及來這邊搭船的旅客使用的 所以呢 都可以免費拿 如果是有帶小孩子的家庭的話 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邊畢竟是船的停泊的地方 然後旁邊並沒有所謂的柵欄或圍牆 所以呢 如果小朋友在旁邊 不小心跌下去是很危險的 我釣了一隻大魚 現在呢 已經是晚上一點半了 這邊剛剛釣魚的人現在都已經離開了 所以這邊就會比較安靜 所以建議大家來這邊釣魚的時候呢 就是盡量保持安靜 第一個就是不要把魚嚇跑 再來一個就是這些船上面 有的時候都有睡人 所以盡量避免去吵到在這邊休息的旅客 好啦 今天我們算是大豐收了 釣了好多隻鱸魚回家 那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們多多關注我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